我们看到来自台湾各地的学生集结 发出反媒体怪兽的呼声 就在这个昨天行动的同时 我们的教育部竟然透过训委会 发函给我们的大学 给市区的学务中心学务长一封信 信里面说 近日一传媒并购案 有部分学生自主反媒体聚授联盟 参与行政院立法院门口集会游行 因台北连续多日英语寒冷 部里的长官关心学生健康 敬请协助转达区内学校 请各校多家了解及关心学生 还简步了学生串联的活动学校的名册 由训委会发出来 教育部发函给各大学 要求各大学关心学生的健康 还把所有参与行动的学校的名单列册给大学 教育部已经成了媒体怪兽的帮凶 校园的白色恐怖在线 我们的政府严重的来铺行 媒体怪兽的行程 训练要打击台湾的学运 我们在此表达强烈的不齿 我们要求教育部给个交代 为这样的作为正式的道歉 这个训委会所拒函的这位杨志忠 他是一组的组主任 一组还负责学生自治事项 还负责志工负责法制教育 人权教育 却如此践踏学生的言论自由 跟集会游行的人权 我们要求蒋伟宁部长再出来 向学生正式的道歉 向台湾民主道歉 向言论自由道歉 那这一次是白色恐怖事件重演 这个其实教育部对于言论自由 或者是校园民主的这种打压 是屡见不鞋 在去年2011年的11月5号 教育部就要求台湾大学 针对PTT的八卦版 进行检讨跟改善 所以事实上在包括这一次的学院里面 在PTT的讨论区里面也很多 我们今天所公布的这一份资料 也是从八卦版 这一个台湾大学所管理的这个八卦版 所揭入下来 那换句话是什么 换句话是教育部事实上 一直在持续监控 有关这一个PTT网站的八卦版 我手上的这张表 37所大专业校的名单 教育部收集的相当的完整 那这个很显然的 是有一组人专门在从事这种监控学生的政治正法 所以这个是假关心真监控 以寡男家习金以关心爱心之民 行白色恐怖之死 包括我们现在我们在开记者会 教育部都还派人来在监控 我们今天开了这个记者会 请教育部的人进来 那个党门助理 请教育部的人进来 是谁 哪一位 是谁派你来的 那教育部呢 请他进来 那教育部的人呢 跑掉了 跑掉了 所以真的是 真的是让我们觉得相当的一个困态 所以我们礼拜一 这个教育委员会 我们郑立军委员排的这个专案报告 要求教育部必须就这个事件来 做一个完整的一个说明 是真关心还是假关心 我想大家心知肚明 这封信 这个公文 无疑要求学校去调查了解 到底有哪些学生 参与这一场学生运动 参与这一场关心台湾媒体的活动 如果教育部还要用这种方式 来打压学生自主的活动 我想教育部可以废掉了 我想教育部啊 也变成了媒体怪兽的帮凶 是媒体巨兽旁边的小罗罗 负责在帮这支媒体的巨兽 扫除路障 学生有没有感冒 学生到底衣服穿的多不多 我想每一个学生 他对于自己的生活照顾 他会做得很好 不要用这种方式 假借关心啊 是假关心 真打压 我们星期一 我们要邀请教育部 来立法院 专案报告 我们要求教育部 在立法院 国会殿堂 正式的 为学生 为台湾的民主道歉 我们要求教育部 从此 不得再干预 任何自主的学生运动 尊重学生的言论自由 尊重学运的自主性 感谢观看